上一个视频跟大家讲了一下中国国家统计局一季度GDP数据造假的问题 我看评论区有很多人在说这个事 跟大家再辅导一下基础知识 把这个事再延展一下 好吧 GDP叫国内生产总值 不光是中国 在全世界最常见的景象是各地方统计的GDP加在一起 远大于中央统计的GDP 这是蛮正常的一个事情 因为比如说北京的一个集团公司 它在上海在长春都有全资的子公司或控股的子公司 按照财务体系 子公司要往股东合并财务报表 所以北京这家公司在统计GDP的时候 等于是把北京上海长春的子公司的GDP全统计上来了 但是上海在统计GDP的时候 因为那个子公司也是独立法人主体 会再统计一遍 长春也会再统计一遍 所以这样子就会造成全国的地方GDP重复统计 但是到中央财政统计GDP的时候 会抛开这些合并报表 只统计他们核心的这个不重复的GDP总值 所以全世界最常见的景象是 地方GDP的总和远大于中央GDP的总和 关于这个问题呢 咱们国家的原来的国家统计局相关的官员也正式的做过解释 这次的玩笑开在哪 我说这是滑稽的戏啊 作为几千万人的中共的官员 玩笑开在哪 是中央的GDP远大于地方的GDP总和 当你知道地方的GDP里有大量的重复计算 合并报表这样的计算的时候 你经历的发现即使这么算了 还有一个400多亿元人民币的大坑 没法填进去 不知道这个树枝到底是从哪出来的 这个假你说造到多傻的一个程度啊 就在我眼里看来 要不然就是所有人太不负责任了 要不然就是地方政府太不给中央政府面子了 我们GDP就这么说 我们拼命造假也只能造到这个数 否则的话明年你按我们造假的数 要求我们的GDP增长 不要明年第二第三第四季度 我们就别活了 所以呢不肯的过分造假 但是国家统计局呢 在中央政府的要求下 他就可以随意的过分造假 最后导致的数就是 国家造的太假 假到了地方权重复累积加在一起的计算 都距离国家造假有一个巨大的空间 跟大家讲一下是为什么呢 就是学个常识嘛 算是 中国现在造的假已经 就不负责任的造假了 就这种假都能造出来 我已经不知道该说啥了 就是我已经不知道该 我觉得国务院所有的人 现在应该是不是都躺平了 除此以外我也无名方去解释 但有一点可以确认 就是中国真的没什么救了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